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一些经典的桥段 得到了大部分曾经生活或者还生活在农村的观众的共鸣 因此乡村爱情已经连续拍了十几部 乡村爱情中每一个演员的形象都深入人心 因为大部分演员都是来自东北农村的黑土地 他们只是本色出演 只是将自己对这片黑土地的热爱轻轻演出 这些演员大部分都是喜剧演员赵本山的徒弟 但是吴云飞与其他人都不一样 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他的父亲吴云原原本是一个编剧 跟师父赵本山是好友 而之后的吴云投身到房地产中 成为了房地产大亨 吴云飞热爱演戏 但他并不是靠着父亲来拜师于赵本山门下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从大学里深入地学习了表演 之后才投靠在赵本山门下演出 无庸置疑 吴云飞不仅是一个有钱的人 更是一个会为了喜好去努力奋斗的人 吴云飞在赵本山的徒弟中是与众不同的 他的家庭背景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师兄弟 但是他没有像其他有钱人的子弟一样玩酷 而是踏踏实实的表演 并与师兄弟相处的特别融洽 吴云飞早已持有兵力汽车的股份 可以用药颤万贯来形容了 至于当演员是他的爱好挣不挣钱 无所谓主要是开心 吴云飞也是吴京的好友 在无精的电影拍摄的时候遇到困难 吴云飞也是挺身而出 最后呈现给观众一部优质的电影 踏足了娱乐圈的人难免会被染上颜色 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吴云飞却是一个例外 正应了那一句出于你 而固然着清廉而不腰 他是那个1%的例外 在媒体热搜某某又在刷新人类的三观的时候 吴云飞已经脚踏实地地走向了最现实的生活 吴云飞与灯红酒绿只最经历的娱乐圈生活 相向而驰 他选择了最贴近生活的路 那就是助农 可以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吴云飞的最新动态 他不像有一些明星 为拍助农视频还需要特意化一些特效妆 在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出那就是最真实的吴云飞 穿着我们普通人几十几百元的衣服 挽着袖子在烈日的曝晒之下 与农民一起辛勤的劳作 吴云飞从决定赴农开始 第一个入手的农妇产品是蜂蜜水果 从图片可以看到 身穿黄色外套内衬白色T恤的吴云飞 像是邻家大男孩一样 充满着阳光朝气蓬勃 他在果树下手中拿着蜂蜜水果 说果累累 看来是一个丰收年 接下来的吴云飞 注农了东北大米 从图片上可以看到 这米山都是农民们起早贪黑 面朝黄土被朝天 心情劳作的结果虽然产量丰富 但是销售路径一直困扰着这些农民 这时吴云飞出现 帮助多地区不能网购的农民销售大米 农民们销售大米 三次销售总额已经达到57万斤之鱼 农民们都很感激这个小伙子 除此之外吴云飞还助农卖地瓜 与之前一样身为富二代的吴云飞 不嫌脏不嫌累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用心去了解农作物 细心又耐心的样子真帅 吴云飞不为严寒酷暑 已然穿梭在农田中 为了农富产品付出了很多 他不同于其他同龄的明星 或者富二代 成天吃喝玩乐 时不时还会捅出一个大篓子 吴云飞沉着稳重 全身心地投入在助农的道路上 并且十分低调努力 终究会有回报 在助农大米的时候 他被不少人吸引 涨粉两万 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捧的明星吧 用我们普通人对其的喜欢 回报在我们的身上 真正的尽年波之力 来回馈粉丝 回馈社会 虽然他的颜值 比不上目前当红的流量男明星 但是他的内心是纯洁无暇的 值得我们去追捧 这样的吴云飞 我粉了你们呢 也没有意义 阿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